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云豆是先泡好 我这是煮好的云豆 大伙做之前得先泡四到五个小时以后再煮 它就省食 我这是煮好的 下面我就过螺 把它弯豆或者把它云豆 它煮得越烂越好容易过螺 过螺的目的是把它的皮和杂质过出去 使它的豆蓉比较细腻 这样咱们就过好了 就开始做云豆卷 下面我就开始把取一块熟面 这面是当薄面用 把薄面撒子上 取一块豆沙 把它擀成薄一点的豆沙片 咱们取一块豆包布 用水把它吃透 把豆包布铺在案板上 取豆笼 咱们用刀或者刮板 像抹腻子似的 把它抹平 咱们要一定要按一个方向 把它抹均匀 然后咱们取豆沙 铺到豆笼上 把它多一个边去掉 然后取白糖 然后取白糖 撒在它的中间部位 手抖着豆包布一点往上擀 再加这一步 这边也是 给它捐紧 给它捐紧 然后咱们撒点手粉 把它从豆包布里取出来 风口朝下 再给它整整形 咱们就可以改刀了 咱们就可以装盘了 咱们把切好的鱼豆卷放入盘中 鱼豆角就做成了 它的口感是细腻 微甜 有点豆香味 久不 away 我ãy细腾 摩